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国家秘密 国家秘密记录了八篇文稿,就是VOA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电视节目转成的文字稿的精选。 本视频包含该书章节 红海沉浮,中国画兴衰之迷 新中国成立,中国画奄奄一息,百无一用国画家,大师专管电影票,毛泽东小开后门,国画免遭除名,领袖动怒,红色美术家,变成大右派,美术界打右派,指标,5%,小心名放,董西文险些自杀,看不现的铁线,大跃镜带来的大机遇, 大师患上红色恐惧症,愈化愈黑 这是中国画最赚钱的时代,也是中国画最繁荣的时代 最近今年,中国画名作在拍卖行愈来愈红火,拍价不断标出新纪录 李苦禅,住一,的,花鸟卷,拍出112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徐悲鸿,住二,的,九州无市乐耕耘,成交价2.668亿元 李可染,住三,的,万山红便,拍出了3亿元人民币 齐白石,住四,老人的,松柏高利图,转书四盐连,更是以4.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 这些天文数字,代表的,不仅是市场价格 更标志住中国画这个,有著数千年历史的艺术种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他从文人,默克的书斋走出,步入寻常百姓家的厅堂,成为投资人青睐的对象 挥洒淋漓的泼墨山水,细腻逼针的弓笔花鸟,挣脱巨像束缚,追求神韵的异将加工 诗,书,画,印容为一体所呈现的超凡脱俗的意境 中国画所具有的这些独特品质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赢得了世界越来越多的真爱 但是,又有多少人了解,在中共见证后的半个甲子中,中国画经历了生死劫难和浴火重生 他今天的存在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悲剧性的巧合与偶然碰撞的结果 在红色政治时代,中国画因无法像其他艺术形式那样成为革命的匕首 以致向敌人的勇敢举动而得到党的赞赏 他的大师们曾经为自己的百无一用而感到愧疚与绝望 国画在中国最高美术学府几乎被彻底除名 然而,还是在红色政治时代,三面红旗,大跃镜等疯狂的运动 在给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灾难同时 却意外地给国画家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画家们跟随着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驻武的步调,投身于文艺大跃镜的浪潮之中 他们到农村拼命地画年画,壁画,宣传画,为农民服务 虽然无聊,画家们却能够在忙碌中望却无所适事的危机 他们对被时代抛弃的恐惧也暂时得到缓解 大跃镜的产物,十大建筑,在北京的落成 给国画家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会 室内装饰需要大量的装饰画 而油画因制作期过长而不能满足大跃镜的速度要求 机会从天上落到了国画大师们的头上 他们映照接受测试,可谁也没想到 这些经过文艺大跃镜锻炼的画家们 在很短的时间里创做出了一幅幅 让历史永远铭记的杰作 让中南海的大人物突然发现 这些国画大师们并非百无一用 他们的作品不仅能够挂上厅堂 而且可以用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特色 国画的生存有了希望 人民大会堂大厅墙壁上的大型国画 江山如此多交就是这批是内装饰画的代表作 他的两位作者,著名画家傅鲍石、鲁六和关山岳、鲁七 因这幅画而身价暴涨 傅鲍石的毛主席诗意策 在2009年拍价超过2亿元人民币 关山岳的迎春图的价值在拍卖会连年成倍上涨 2004年的拍价位320万元 2008年拍价标升到1,155万元 美国之音解密时刻 邀请中国美术史专家 原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张郎郎 先生给我们介绍国画大师们 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 经历了怎样的尴尬和磨难 中国画如何在波涛汹涌的红色政治中 随波逐流 听任百步 但最后 却侥幸避过了灭顶之灾 迎来了今天的繁荣 这段历史不堪回首 令人悲伤 令人感叹 令人庆幸 张郎郎1943年出生在延安 他的父亲张丁 祝九 是中国著名的红色艺术家 也是新中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 然而文革期间 跟红苗正的张郎郎 被当局以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行逮捕入狱 并一度被打入死牢 他的同事育友 就是因写过《出身论》等文章 而在当时名声大造的《遇罗克》 《祝石》 在他的育友一批一批被枪决之后 他却奇迹般的死里逃生 解密时刻 主持人李肃采访了张郎郎 新中国成立 中国化奄奄一息 李肃 当今中国 国化和油化 实际上是隔岭风骚 各有一片天地 在美术界里的地位都相当高 不过 在1949年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政权的时候 国化的状况似乎并不是这样 对不对 张郎郎 对 1949年刚刚建国 从延安来到北京的艺术家们 大都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驻十一 就是鲁翼毕业的 这批人很多都是学漫画的 也有作版画的 就是搞木刻的 都是从鲁迅 时代过来的 革命艺术家 只能靠这些 作为战斗的武器 那时候 大家把画视为匕首 刺向敌人的匕首 当然 还有很少的油画家 国画完全没有地位 所以 1949年建国的时候 只能用奄奄一息来形容国画当时的境遇 李肃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代 或者是在49年之前 对国画基本上是持蔑视或忽视的态度 是吗 张郎郎 从某众议意义上说 中国的国画在清朝发展到一个顶峰 国画实际上是一种文人画 跟革命要求的话 完全没有关系 一是行事莫办法 第二是从它的内容看 它是一种文人消贤的东西 所以 在文艺革命队伍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从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 几乎就没有任何国画家参与进来 李肃 在1949年之前 中国国画界有相当多的名人 比如齐白石 徐悲鸿 他们的境遇如何 张郎郎 徐悲鸿实际上是第一统战对象 当时中国最高的美术学府 国立一专 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 让他荡院长 派江峰 驻十二 来当书记 后来也一直是这样 书记是掌握权力的人 徐悲鸿被统战 作为一个艺术符号摆在哪 而齐白石 完全跟社会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独立的艺人 解说 1950年4月 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与华北大学美术系合并 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 毛泽东青自卫学院提写愿名 北平艺专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918年成立的 国立北京美术学院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美术教育学府 而华北大学美术系的前身则是1938年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根据地延安创建的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 简称鲁毅 上个世纪30年代 很多对共产主一心怀憧憬的文艺青年 纷纷投奔延安 鲁毅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学校 当年沿河畔这所中世纪城堡市的大礼堂中 曾经活跃住一批这样的红色艺术家 李肃 如果涉及到两院合并的话 来自鲁毅的就是属于革命派 来自国立一专的就是属于被招收派 或者事后加入革命阵营的一派 这两派有没有矛盾 张郎郎 这些人已经在延安进行了一番思想改造 在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住十三 发表以后 还经过了整风运动 住十四 这些人知道 共产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艺术 他们对艺术家的位置非常清楚 而那批老的画家 一直跟政治没有关系 完全不料结党的政策 实际上从1950年起就有冲突了 画家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跟党走 百无疑用国画家 大师专管电影票 李肃 设立中央美院后 对于国画系是怎么对待的 张郎郎 国立一专时 只分国画和西画 1949年后 觉得国画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当时江峰是书记 不好 马上取消 因为徐悲鸿也在教国画 李克冉大师也在教国画 李苦禅 叶浅宇 住十五 都在国画系 马上取消的话 这些人的去向是问题 怎么安排他们的生活呢 李肃 徐悲鸿呢 他对国画受到的压制 是什么态度 张郎郎 他也是没有办法 国画 怎么为新社会服务 他也找不到出路 当时北京美邪 就是老舍 住十六 他们那拨人 只能把过去北京的那些老的国画家 都放在他们那 他得有个地方去啊 放在那怎么办 这些人 不能为新社会服务 最后会怎么样呢 后来就让他们画信封 画书签 让他们有一线生路 就惨到这个地步 所以 当时江峰就说 先这魔号住 不过 这时候他们提出来 真正的美术家 要懂得党的二位方针 第一位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第二位工农兵服务 你自己说 你的画能不能为这个服务 叶浅于他绘画人 所以 他马上就表示 要往那边靠 对他来说 比较容易 李肃 往那边靠指的是什么 张郎郎 画人可以接着画年画 可以画速写 只要能够为新政权服务 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李克人 就有点免为其难了 他是画山水的 这个山水 你怎么为新社会服务啊 李克人当时也没办法 他就开始改了 因为他有点细画的底子 也可以画年画 当十位工农兵服务 就得画年画 他画年画很有名的一章就是 劳模游北海 住时期就画很多劳模在北海里 他利用他画山水的经验 画了北海公园 靠着西画的工地 李克人画了很多劳动模范 带着红花在公园里走来走去 徐悲鸿名作 笨马 当然现在看起来 艺术水准没法说 但是当时 他是挖空心思 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最惨的 就是李苦禅 李苦禅是画花鸟的 这花鸟 怎么会为工农兵服务呢 所以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江峰也不能把他们都赶走 就扮美术班 让他们去学画素描 实际上是一个苦活 李肃 就是从头学基本功了 张郎郎 就是基本功 他们已经是大画家 重新回去画素描 跟他原来学画的体系 完全是两个体系 好比一个有名的中医 突然让他开始 去学人体解剖 这跟中国革命 受苏联影响 是有关系的 他们认为过去的那一套 都不对 要彻底科学画 正规画 你们既然要为 新社会的美术服务 都赶紧来上这个学习班 来画素描 刚才说叶浅瑜 他有底子 他不怕 到李可染 他已经非常勉强了 到李苦禅 他连画人的比例都画不出来 他没有这个基本功 到1953年 1954年的时候 李苦禅的境遇就非常惨 李苦禅非常苦恼 他老让他儿子到街角拐弯那儿 打一壶白钱 他自己吃点花生米 喝点酒 他自己会练舞 拿住大刀走两圈 一肚子牢骚 自己有艺术的天才 但是没有出路 他和李可染 是齐白石最得意的两个弟子 李苦禅 是他后来起的名字 苦禅 就是苦心僧的意思 以前他真正的名字叫李英 齐白石曾经说过 英也 无地子也 就是说李英是我的学生 意思是 我学生中真正继承我艺术的艺术家 但是在中央美院 人们不这么看 你画的是花鸟 现在没办法 为新政全服务 就是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 后来就把他调到工会 他教不了画 被调到工会专门负责买电影票 因为这个你能做 李肃 能做 一定能做 张郎郎 当时旁边的大华电影院 和红星电影院 是他经常工作的场所 在那排队 帮美术学院工会的活动 买电影票 那个时候 他已经知道 急几乎待灾 这就已经到了 快掉下去的边上 快被开除了 他就看党的政策 下一步是把他拉上来 或者把他排除出去 他也不会别的 这个时候 李苦禅 就想起当年的老同学毛泽东 毛泽东小开后门 中国画面遭除名 李肃 他的毛泽东 还是老同学 张郎郎 对 他们有一段同学之意 当年周恩来 住十八 和邓小平 住十九 在巴黎留学 发现在巴黎成立一个 马列研究小组 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他们就跟国内通信 让这些人赶紧申请去巴黎 去勤工俭学 不用钱啊 正好毛泽东和李苦禅都报了名 当然两个人的想法不同 李苦禅是要到巴黎去学画 巴黎是艺术之都吗 毛润之 周二十是要跟革命战友会合 继续讨论马克思 列宁主义 计划暑假完了 他们就去巴黎留学 未准背勤工俭学 他们要集中起来 学点法文 学点西方礼仪 但那批报名的人特别多 根据当时的文件 周恩来和邓小平 在巴黎搞了很多活动 让巴黎方面有点紧张 他们对共产党 还是很抵触的 就跟国内办勤工俭学的 法国官员说 把这批人的名单弄来 拿来名单一看这魔多人 而且看到毛泽东 是从广州的农民讲习所 住二十一 过来的 这不是要比周恩来 他们更厉害的人吗 他们没有说不让谁去 而是说现在勤工俭学的 留学生太多 这次的名单品留复杂 干脆这一期 大家都别去 这样 毛泽东就没去城 李苦禅也莫去城 他们两人这样 就有了几个月的同学之意 李苦禅回家 就给毛泽东写信 他在家里写这封信的时候 董西文 住二十二 的儿子董沙辈 正好到他们家去玩 看到 他拿出大张的宣纸 写的字跟核桃那么大 他知道毛泽东末时间 写小字 他末功夫看 他写道 一九四九年 以前我末折的时候 就找蒋介石 他得管我 现在我生活无掌 马上我的饭碗就要砸了 所以我只能找你 他就写了这末一封信给毛泽东 可以说那时候 五几年的时候 中国的官民关系 还是比较近的 毛泽东还有功夫看他的信 解说 一九五零年 毛泽东收到李苦禅的来信后 当即给中央美院院长徐悲鸿写了一封信 他写道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 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 生活困难 有求助之 此人情况如何 应如何处理 请考律师之位判 顺送教旗 毛泽东 8月26日 张郎郎 有了这么一个变化 江峰就觉得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得给快取消的 系 学科提供一个有必要存在的理由 他们就提出半彩墨画系 李肃 终于有了个结果 为什么叫彩墨呢 张郎郎 油画是用油彩画的 板画是用刀刻的 或者是在石板上做的 雕塑是用泥做的 彩墨画呢 就是用彩和墨来画画的 按照绘画工具来分 算是有了这么一个专业 一开始 李苦禅被容纳进来 他画的画 人家都批判 他喜欢用墨 用的颜色太少了 人家就说江山如此多黑 你怎么画这磨黑 我们的红色江山 怎么是黑的呢 李肃 中国的国画在岌岌可危的时候 被李苦缠走了 毛泽东的后门 才把他挽救下来的 张郎郎 对 但是不是直接这磨挽救的呢 这至少是一个契机 是一个导火线 当然 还有另外一个潜在的原因 到1954 1955年的时候 毛泽东对于五四运动 否定一切中国传统的观念 有所改变 同时他认为 金剧不能消亡 因为他自己喜欢看金剧 喜欢看老戏 李肃 那是他因为个人好 张郎郎 个人爱好 但是 既然金剧可以存在 那国画也得存在 这是相连的 李肃 国画是沾了金剧的光了 张郎郎 而且还是沾了中医的光 本来中医也是要废掉的 因为觉得不科学 但是发现 中国当时六亿人口 靠这磨点医院根本没办法解决 只能就地取材 靠中草药才能解决大众的医疗需要 所以 中医不能废 中医不能废 国画也不能废 金剧也不能废 这才都有了一线生机 领袖动怒 红色美术家变成大右派 李肃 我们再回过来谈中央美院的领导班子 起初力主压制国画 起码在毛泽东发话之前 为首的人物就是您提到的江峰 江峰是个什么人物 张郎郎 江峰实际上是工人出身 而自己是一个版画家 做木客的 在延安就是左翼文化的先锋 人很正派 很正直 他坚信共产主意旧中国 所以他到延安以后 也是鲁毅美术部的主任 他一直掌管住中国的美术 党也相信他 也知道他出身好 思想正 人单纯 他却实病 没有想故意压制谁 他觉得 你们没有用 李肃 江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化身了 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党的路线 党要他对国化 采取一种压制的做法 他就会去压制 党说国化要保留下来呢 他就积极地想办法保留国化 他这样一个忠实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物 后来的命运怎么样 张朗朗 他是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了 李肃 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 他这摩肩觉知行党的政策 张朗朗 开始反右的时候 谁都不会认为将峰会被打成右派 李肃 党委书记 张朗朗 党委书记 因为当时都有比例嘛 那个5%的名单让他拿出来 当时江峰拿不出这个名单 这些人没有公开对党的不满 算来算去 能够打成右派的人太少 后来江峰就说 没有那么多 当时文化部的领导下眼 朱23就给他们召开一次会 实际上给他们加温 要他们明白 这个反右运动不是你个人的喜好 必须要把阶级敌人挖出来 李肃 按比例挖出来 张朗朗 按比例挖出来 实际上参加这个会的 其实差不多都是红色画家和党员 都是从延安来的 但是 他们当时还是有个错觉 他们认为当时江峰一直执行的这个路线 跟党是完全同步的 他们觉得文化不错了 他们觉得 这不是毛泽东的路线 他们就跟文化部发生了非常大的冲突 文化部把这次讨论 跟下眼对峙的过程 给上面打了一个报告 到现在 我还不知道里面哪句 画出动了毛泽东 毛泽东突然大笔一挥 亲自点名 不要说中央美院找不到右派 因为江峰就是美术界最大的右派 这一句话 就把美术界整个给颠倒过来了 本来无论从行动 从思想 从座位 他都是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 驻24 突然他变成右派 他一变成右派 跟他有联系的一大批红色画家全下来了 全是右派 李肃 党的画身变成对立面了 张狼狼 变成对立面了 美术界打右派指标 5% 解说 就在江峰一夜之间 从中央美院的党委书记 变成毛泽东清点的大右派时 中央决定让延安来的红色艺术家 张狼狼的父亲张丁 领导中央美院的反右运动 张丁 1917年出生于辽宁 早年学习国画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初 以漫画作为抗日宣传武器 在上海滩小有名气 1938年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 张丁携妻子陈不文 驻25 一道奔赴延安 在鲁易美术系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张丁就职中央美术学院 并投身包装新中国的工作 参与设计了开国大典的会场 以及新中国的国徽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鼓励民众发表对共产党的意见观点 随后 中央美院的很多人纷纷落马 被打成右派 张郎郎 我父亲当时住在香山 自己在那儿画画 突然把他调回北京 走马上任 变成中央美院的反右小组组长了 我父亲都晕了 后来 他自己也差点被打成右派 那是在1956年 当时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吗 毛泽东觉得 艺术家应该让他们随便画 随便写 国家也不能养 就号召艺术家们 去做职业艺术家 不要像过去那样 由国家养起来 你们来为他们服务 这是因为 赫鲁晓夫报告以后 毛泽东在当时的想法 我父亲呢 正好就不想当领导 他打了辞职报告 当时他跟爱卿 驻26 张光宇 驻27 想拜个 同仁 刊物 那时 毛泽东刚刚发表了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其中说 应该搞真正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个人是可以自己办杂志 我爸他们就信以为真 我爸编了第一期的杂志 还写了文章 都弄好了 当时差点被打成右派 那时候他看到周围的人纷纷中间落马 他知道很危险的 他以为这次躲不过去了 很紧张 没想到一夜之间 突然决定把江峰给打成右派 又派人跑到香山 把我父亲叫回来 马上进中央美院 所以也很讽刺 第一次 他是跟其他五个共产党员 去接收中央美院 现在还是因为 他是沿岸来的共产党员 来重新接收中央美院变成反右小组的组长 那个时候呢 就正像你所说的 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反冲 所以 在政治风浪之中 艺术家的命运都是不可预测的 李肃 不可预测的 瞬息万变 张郎郎 瞬息万变 李肃 那模拟父亲实际上是做了领导 他领导了反右 在这一次反右当中 或者说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 他自己有没有对立面 张郎郎 很多教授都认为我 父亲搞的就是国会纵火案 驻28 他们认为我父亲这样一个 本来已经被边缘化 搬到香山要自己去画画的一个人 怎么能突然返回来 把原来真正的领导集团全打倒了呢 所以很多教授对我父亲就有这个成见 就认为一定是他搞的一个阴谋 我父亲也很苦恼 但是也有没有办法 他是被党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了 李肃 那模 他有没有按照党的指示 完成这个5%右派的指标 张郎郎 那个时候 他不按这个都不行 也不是他一个人 李肃 也就是说他完成了 张郎郎 他是个组长 下面有一个小组 都是派来的 都是红色方面的人 还有一个根本不是美术界的 调来的一个人叫陈沛 我不知道 他本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好像也是情报系统的 派来当书记 陈沛反正跟随也不认识 他也没有感情的纠葛 所以 他们来定名单 我父亲只能同意 他没有反驳的可能性 小心名放 董希文险些自杀 李肃 作为红色美术家 应该还有其他一些例子 我们现在可以谈谈董希文 董希文是开国大典 这幅著名作品的作者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张郎郎 董希文本来也是一个爱国主义 理想主义的青年 他是学法式油画的 在当时来说 他也是很时尚的一个人 在1949年以前 他已经是很靠近共产党的一个革命青年 李肃 他是1949年就加入共产党的 张郎郎 对呀 后来他打算画 开国大典 本来大家也没有想过这幅画要怎么画 他也面临着一个选择 第一要用油画 第二还要有民族特色 当时他在北总部胡同 他的一个亲戚 在那儿有一间房 让他在那儿画 后来改呢 就是拿到大雅宝 指北京的大雅宝胡同 中央美院的宿舍改 他在修改的时候 我见过这张画 那摩大一张画 拿到大雅宝时 整个卧室一面墙 就是这张画 他就在那儿慢慢修改 那张画基本画完后 他发现 毛泽东站的位置不够开阔 他很大胆 把天安门中间那根柱子就拿掉了 他把一些细节都勾画完了以后 画就完成了 拿到中南海 毛泽东一看 拍案叫绝 毛泽东说 这是我们大国的油画 有大国的气派 而且是中国油画 不是西洋的油画 他说 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话 董西文地位 刷的就网上提 他一个青年画家 没有那么多资格 他本来只是入了党 结果一下变成美术界 第一个政协委员 李肃 红色美术家名副其实 张郎郎 还是政协委员 李肃 那后来他的命运怎么样 张郎郎 当政协委员以后 到1957年 让他名放 董西文这个人 还是很聪明的 名放让你给党提意见 名真提啊 但是 你要完全不提也不行 你不提 也是不进步 他玩了一个折中 谈他的儿子董沙辈 这是小事 董沙辈一直入不了队 小孩很哭闹 他说是不是搞少先队 不太合适 让学生分三六九等 他觉得 这个意见算不了什么 没想到一反右 这就是罪状 反对中共 少先队 当时 北京日报 就已经登出来了 董西文作为政协委员 提出要否定少先队的意义 少先队上面是共青团 再上面是共产党 是反党 弄得董西文非常苦恼 而这个时候 江峰一下垮了 他又是油画系的主力 感到非常忐忑不安 晚上根本睡不了绝 让毛泽东拍案叫绝的油画 开国大典 由于政治因素 画中人物多次被更改 这一幅是专家们修复到原貌的作品 2012年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 画面中第一排人物 军事国家副主席 左起 朱德 刘少奇 宋庆龄 李继深 张岚 高岗 美国之音 张南社 他儿子听见他 和他妈妈商量 咱们两个都自杀 还是我一个人自杀 后来他太太就劝他 你只是 想助我们自杀 你可不能带助孩子自杀 他们没有罪啊 你要不带助他们自杀 他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这魔多人都面临着 要被打成右派 你就只能等 董西文能够躲过这一劫 听说也是毛泽东发了话 意思是 油画也得保留 保留一些真正的专家 说过错话 也就算了 就给他降了一级 成了没有画成右派的右派 看不现的铁线 李肃 还有哪些红色美术家 张狼狼 华军武 住二十九 李肃 为什么说华军武 是红色美术家呢 张狼狼 华军武在延安鲁易的时候 是上海来的一个青年画家 变成我爸的学生 实际上 他们岁数都差不多 但是因为 没有我父亲在上海的名气大 所以他变成了学生 后来很快也毕业了 华军武是上海人 脑子灵光 他在美术界 更早地理解了党的政策 所以像抢救运动之类的运动 他都平安过关 都没有犯错误 后来文艺界都有这样的人 他们业务不错 本来地位不高 但实际上 他们是党最信任的 他们是另外一条线 就跟后来当文化部副部长的演员 李肃 英若成 驻三十 张狼狼 英若成 一个普通演员 为什么能当副部长呢 他们是我党在文艺界的一条铁线 党线 在美术界 就是华军武 从红色艺术家的角度来说 他是真正的 李肃 他从来没有受过冲击 张狼狼 从来没有 反右的时候 他本来也画了人民内部的讽刺漫画 但是反右刚一开始 他马上反击右派 画所有的右派的漫画 因为他当时画人民内部的画 也是上面让他画的 后来 也是上面让他画的 所以他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到文革当然没办法 都垮了 殷若成也给抓进监狱 变成我的狱友了 当时文革的时候 他被打倒 我去看他 当然他知道 他们后来还会起来 不会一直垮下去 一打倒四人帮 住三十一 马上他又变成红色第一人 在美术界 大跃进带来的大机遇 解说 反右运动后 中国全面进入大跃进 驻三十二 时代 在工业和农业上 大搞跃进式的建设 在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以及超音感美口号的鼓舞下 中国各地农村 需保粮食产量 大放农业卫星 城乡各地 则新建起无数小高炉 全民总动员 土法炼钢 轰轰烈烈 张郎郎 大家现在都记得是 三面红旗 驻三十三 大跃进 大链钢铁 驻三十四 很多人不知道 后来接着是文化大跃进 因为大家不重视 这不是大家谈的主题 文化大跃进 跟后来的三年饥荒 驻三十五 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把它忽略了 实际上 当时毛泽东 要搞的还有文化大跃进 指标下来了 一个画家得画几百张画 当时到处都是数字 母产多少万斤 你画一张要多长时间 半个钟头可以画一张 那你一天可以画多少张 一算 那几千张对你来说小菜一叠 他也不想想 这些人画画不是生产 但是 指标 移下来以后 把这些国画家 都赶到农村去画壁画 当地母产万斤放卫星 这个得画成壁画 国画家画得再不好 也比别人画得好 画花鸟的 可以画老玉米呀 他画老玉米 别人再画一个火箭 把老玉米打上去 就有用了 这样一来 这些人都用上了 大跃进 完了之后 就是59年的建国十年 建国十年 出现了十大建筑 筑36 李肃 北京出现了十大建筑 张郎郎 十大建筑建好后 发现里面得挂画 李肃 这些十大建筑建成后 里面要装饰 一定要用国画装饰吗 张郎郎 可以画油画 发现油画速度太慢 李肃 不符合大跃进的速度 张郎郎 当时正好让我父亲 带着中央工艺美院 负责室内装饰 要挂上画 让油画系的人 画得半年 不行 十亿以前 马上得挂上画 怎么办 把国画家全动员起来 所以才出现了 江山如此多胶 那张巨幅国画 挂在人民大会堂 中央发现 国画这时候有这个用处 它可以包装新中国 作为一种新的装饰艺术 所以 国画家一下子也都有用了 比过去有用多了 李肃 国画家实际上 借了大跃进的光 张郎郎 因为过去 中国没有这些 需要用画的地方 那个时候 画是作为一个宣传工具 战斗工具 后来发现 当你这个国家正规画了 正规建筑需要装饰 这时候就发现 国画有用 而且来得快 李肃 而且这个时候 实际上是因为油画画的速度太慢 这才把国画给推出来了 张郎郎 这也是一个原因 第二呢 到那个时候 1956年以后 毛泽东已经跟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有了区别 他那个时候就强调了要重视民族化 他这个画给国画的重新发展做了铺垫 李肃 也就是说 国画的命运 随着政治的命运 又有了新的起色 张郎郎 如果不跟苏联分道扬镳 国画且缓不过来呢 李肃 中国的国画 从那个时候 岂是不是就一路顺畅起来了呢 张郎郎 基本上是越来越好 需要量大了 这些人生存的基础就厚了 所以国画家一下就过得越来越好 李肃 再不用去电影院卖电影票了 张郎郎 那个时候 他们的画在荣宝斋的价钱也提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说 李肃禅的画在人民大会堂里有啊 过去他们的画在荣宝斋挂三年 也卖不出去 这时候就有人买了 市场就开始活络起来 李肃禅是老树开心花 他自己也心情舒畅啊 他画的也比原来越来越好了 他那时候已经岁数很大了 但是他干劲十足 大师患上红色恐惧症 愈化愈黑 李肃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红色美术家 包括你父亲在内 他们从延安时代 一直到现在 经历过这么多起伏 波折 他们本身具有相当特殊的身份 因为他们是党的人 属于中共自己人 但同时 他们也受到一些冲击 有时候 甚至是严重的冲击 他们也或多或少的 比方说 刚才您讲的华军舞 和其他艺术家 同行们 发生政治见解上的冲突 甚至是艺术上的冲突 这些是由他们的 个人素质引起的 还是有什么其他因素造成的 张郎郎 这个拿我父亲做例子 比较典型 对艺术怎么理解 把艺术放在生命中 生活中 理想中的地位是什么 像华军舞他们 知道政治正确之上 我父亲的纠结在于 他还是认为 艺术至上 他在1964 65年画了一批画 他发现 可以用水墨画 现代的优化 他喜欢 毕加索 住37 他画了一批这种 当时被华军舞他们叫做是变形的画 不是完全是写实的 是变形的 夸张的 像毕加索和马蒂斯 住38 那样的 他用水墨来画这些画 画了几百张 当时华军舞就说 张丁的这些画是艺术思想问题 因为这不是政治问题 他没有批判共产党 他给我父亲起个外号 叫毕加索加成皇庙 就是中国民间艺术 加毕加索 形成的这么一个怪物 但我爸自己对这个特别热衷 他觉得 这是中国艺术的一个出路 他并不认为这是反革命 他认为 真正革命的艺术 应该跟别的艺术不一样 但是文革一开始 他的这些画 就被作为黑画来展览 当时他有几百张画 存在一个朋友那儿 后来据说因为害怕 全部被烧掉了 丁少光 驻39 为这个写了篇文章 说 如果张丁 能沿着那条路走下走 中国美术 就会有一条新路打开了 但是在文革中 把他那几百张画烧掉以后 这条路就戛然而止 等过了文化大革命 我父亲黑红的纠结 导致他再也不愿看到色彩了 文革中他被撅着 打着 挂着他那些彩色缤纷的画 四面都是红色的标语 刺激过度 他不能再看颜色了 所以 当他再开始恢复画画的时候 只画黑白的 不能看颜色 到晚年 他画的都是焦末 就是黑白山水 当然 现在王鲁湘 住四十 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之上 但丁绍光 袁孕甫 住四十一 他们有不同看法 他们说不对 张丁的艺术 就因为他对艺术的理解 被时代 政治扭曲和斩断 所以才从残败的根上 发出一根芽 才是焦末艺术 李肃 您个人对您父亲晚年 只能画焦末 只有黑色的这种色调 是怎么理解的 是因为他对艺术的感觉 或者说是 受到文革 政治的冲击 对艺术的观念的 发生变化了 甚至说 发生了一种抵触 一种恐惧心理 张郎郎 现在说他是焦末大师啊 画得怎么好 但是在我看来 虽然画得很好 但是对他的艺术生命来说 是很惨痛的一件事 他真正应该得到的辉煌 是另外一种辉煌 李肃 而且是没有得到的辉煌 张郎郎 他应该得到的 是一个五彩缤纷的辉煌 注释 一 李苦禅 1899年至1983年 山东高唐人 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 在绘画界被誉为一代宗师 1923年 拜齐白师为师 擅长花鸟大写一画 综合齐白石 八大山人 扬州画派 吴昌硕等前辈技法 独树一制 作品特点 笔墨雄阔 气势磅礴 自成风貌 早年在杭州一专任教 中共建政后 一直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二 徐悲鸿 1895年至1953年 江苏宜新人 被公认为 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人 和杰出的绘画大师 自幼学习书画 留学日本和欧洲 是中国美术家中少有的精通西画和国画的大师级人物 历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徐悲鸿最擅长画马 他画的马潇洒 奔放 堪称一绝 三 李克冉 1907年至1989年 江苏徐州人 现代中国画领域的一位杰出画家 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也担任过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师从齐白石和黄冰鸿 在写艺人物画方面有深厚的底子 同时也在山水画方面有杰出的成就 四 齐白石 1864年至1957年 湖南相谈人 当代中国画的一代宗师 世界文化名人 他擅长中国画 书法 撰刻和诗歌 一生作画勤奋 留下大量作品 齐白石担任过中央美院名誉教授 北京画院名誉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1953年被政府授予 中国人民杰出艺术家称号 1955年 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 五 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这是中共最高领导层 在1953年提出的 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口号 当时 朝鲜战争已经结束 土地改革也已经完成 国民经济基本恢复 中共放弃了原来制定的 从新民主主义 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计划 而开始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实际上就是加快消灭市场经济要素 化思维 功 后来的发展证明 这是中国经济走向灾难的开始 六复报时 1904年至1965年 江西新渔人 国画大师 擅长山水画 曾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 江苏省中国画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作品特点 气势磅礴 吻欲淋漓 他最有名的作品 是和观山乐一起创作的 江山如此多焦 该画一直悬挂在人民大会堂大厅 七一观山乐 1912年至2000年 广东扬江人 著名国画家 岭南派代表人物 担任过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 和国画系主任 作品特点 构思显而气势熊 老辣奔放 与复报时 共同创作了名画 江山如此多焦 八张郎郎 1943年 陕西延安出生 著名画家张丁之子 1968年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系美术史专业 曾在中央美院担任美术史教员 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 九一张丁 1917年至2010年 辽宁黑山人 当代著名国画家 多才多艺 在漫画 壁画 书法 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 美术理论 和美术教育多方面 都有建树 担任过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参加设计了开国大典会场 和新中国国会 石玉罗克 1942年至1970年 北京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 玉罗克20多岁 做过多种零食工 1966年下半年 玉罗克写了 《出身论》一篇文章 反驳中共的所谓 可教育好子女的政策 既有成分论 不为成分论 重灾政治表现 这篇文章流传很广 产生了很大影响 1967年 中央文革宣布 该文反动透顶 1968年 玉罗克被捕 1970年3月5日 玉罗克被当局处决 11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抗战时期 中共在延安建立的 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 一个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 1940年 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 简称鲁毅 12 江峰 1910年至1982年 上海人 版画家 教育家和美术评论家 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 副院长 院长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1931年 参加上海左翼美术活动 1938年赴延安 是中国美术界的中共老干部 1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是毛泽东在1945年5月发表的一个 关于文艺发展方向的讲话 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文件 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 为革命斗争服务 实际上是从理论上确定了 文艺要成为共产党的工具 从这个讲话发表以后 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开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 跟共产党保持一致 14整风运动 这是中共在1942年2月 在延安发动的一场政治和文化运动 整风的主要内容是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 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在这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中 王明等反对毛泽东的势力受到整肃 毛泽东确立了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 王石卫遭到批判后被杀害 大批知识分子受到震慑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15一夜潜于 1907年至1995年 浙江铜卢人 中国当代国画家 漫画家 担任过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教授 国画系主任和中国画院副院长 他最擅长的是人物塑写 特别是舞蹈塑写 16老舍 1899年至1966年 原名舒庆春 满洲正红奇人 中国著名小说家 文学家和戏剧家 曾获北京市政府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代表作有龙虚沟 四世同堂 茶馆 骆驼翔子 等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 由于受到造反派的侮辱 殴打和批斗 自称北京太平湖 已是反抗 17化名应当是 工农劳动模范北海游园大会 18周恩来 见赵紫阳最后的岁月 驻38 19 邓小平 见赵紫阳最后的岁月 驻1 2是毛润之 毛泽东姓毛 明泽东 自润之 或者润之 21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 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培训农民干部的学校 该讲习所共办六七 第一任所长是彭派 毛泽东是第六七所长 共培养了约800名学员 成为中共农民运动的骨干 22 董锡文 1914年至1973年 浙江绍兴人 中国著名油画家 他创作的开国大典 获得过毛泽东的高度赞誉 被国家收藏 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 建国后担任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他的作品被国家收藏 是中国国家文物局规定的六位作品 不得出镜的大师之一 23 夏衍 1900年至1995年 河南开封人 原名 陈乃希 中国著名戏剧家 文艺评论家 和中共老资格文艺官员 1927年加入中共 历任上海市委常委 文化部副部长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日有协会长 中国人大常委等 主要作品 包申宫 上海屋檐下 赛金花 秋景 24 布尔什维克 是俄语多数派的意思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分为两派 一派是多数派 即布尔什维克 一派是少数派 即孟什维克 列宁是多数派的领袖 后来 两派分道扬镳 布尔什维克 在1917年 通过十月革命 夺取政权以后 改变为苏联共产党 25 陈布文 1920年至1985年 张丁之妻 江苏常州人 1937年 与张丁结婚 1938年到延安 在鲁迅艺术学院工作 1945年后 从事教育工作 被评为特级教师 据说 在延安时 曾做过周恩来的基要秘书 有很高的文学修养 26爱卿 1910年至1996年 浙江金华人 原名 蒋正涵 中国著名现代诗人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 1985年 获得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代表作 大雁和 我的保姆 我爱这土地 当代艺术家 艾未未是他的儿子 27 张光宇 1900年至1965年 江苏无锡人 现代中国装饰艺术奠基者之一 擅长漫画和讽刺画 表现手法多样 他绘画的动画片 大闹天宫 获得国际电影节金奖 建国后 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28 国会纵火案 1933年3月27日 发生在德国柏林 有人报告说 德国国会大楼起火 当消防队赶到现场时 议会大厅爆炸 现场只发现一个赤裸地 冻得哆嗦的男人 名叫马里努斯 卢贝 一个失业工人 荷兰共产党人 希克勒和戈林立刻宣布 这个事件是共产党所为 趁机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并终止了 魏马共和国宪法中 保护个人权利的条款 在严刑拷打后 卢贝承认 是受共产党只是放火 纳粹党冲锋队 占领德国共产党 在全国各地的党部 迫使共产党退出国会 在共产党领袖被捕 不能参加选举的状况下 纳粹党获得选举胜利 成为执政党 有关起火的原因 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 一说是卢贝放火 被纳粹利用 一说是纳粹派人放火 栽赃卢贝 现在 国会纵火案 已经变成了自导自演的同一语 29 华军武 1915年至2010年 江苏无锡人 中国著名漫画家 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30 英若成 1929年至2003年 满足郑宏奇人 表演艺术家和翻译家 曾经担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 31 四人帮 指文革时期 中国政界最活跃的四个人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毛泽东 夫人江青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姚文元 由于这四个人都是在文革期间窜身走红 并忠实执行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思想 因此也被称作文革派 研究文革历史的专家们认为 毛泽东实际上是这四个人的核心 所以准确的说法不应该是四人帮 而应该是五人帮 32 大跃境 见宋庆龄与副作义反毛密文 注十六 33三面红旗 是大跃境时代的标志性提法 具体指中共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大跃境和人民公社 总路线的内容是 鼓足干净 力争上游 多 快 好 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34 大链钢铁 是大跃境时代出现的一个全民性活动 毛泽东认为 钢铁产量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 因而要赶超英美 首先就要在钢铁产量方面超过它们 为此 中共动员全国民众到处建小高炉 用收集来的金属废品炼铁 但炼出的铁质量差 没有用 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35.3年饥荒 指1959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发生的全国性大饥荒 专门的研究显示 在这场大饥荒中 大约有2000万到4000万人饿死 这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罕见的人为的大灾难 36.10大建筑 北京在1950年代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兴建的一批大型建筑 其中有人民大会堂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现在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 全国农业展览馆 北京火车站 北京工人体育场 民族文化工 民族饭店 钓鱼台国宾馆 华侨大厦 37.毕加索 1881年至1973年 西班牙画家 雕塑家 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主要代表 立体画派的创始人之一 他一生留下的作品数量惊人 风格丰富多变 充满非凡的创造性 代表作品有 亚威农少女 卡斯维勒相 瓶子 玻璃杯和小提琴 格尔尼卡 梦 38.马蒂斯 1869年至1954年 全名亨利 马蒂斯 法国画家 雕塑家 也受派创始人 他和毕加索 同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两位画家 39.丁绍光 1939年 陕西城顾县人 现代艺术家 创建了云南画派 连续三年 当选为联合国代表画家 在世界各地 举办过300多场个人画展 作品被40多个国家收藏 40.王鲁湘 1956年 湖南人 本科主修中文 研究生主修美术史 目前是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清华大学美术系教授 近年来主要经历投入各种媒体 参与策划和主持电视节目 比如担任凤凰卫视的纵横中国 节目地总策划和 世纪大讲堂节目的主持人 41.袁运甫 1933年 江苏南通人 当代国画家和公共艺术奠基人 在美术领域涉猎广泛 如国画 油画 板画 壁画 水粉画 设计艺术等 对传统艺术的现代转换 发展和创新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中国壁画学会副会长 创作过毛主席纪念堂大型壁画 祖国大帝 编后语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国家秘密的书稿 终于可以交付出版社复印了 美国之音从书计划 卖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此书的出版 同时也意味着美国之音的多媒体功能 得到了新的拓展 从广播 电视 网络和社交媒体 扩展到图书 图书出版 虽然不是新媒体 但对美国之音的中文报道来说 从音频和视频转换到图书的形式 尚数首次 因此 这不能不说是 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情 完成这个形式转换 并非一事 除了要因应书面文字之需要 而对报道内容 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写之外 还需要照顾阅读的方便 对报道设计的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等做出大量的注视 选配恰当的历史照片 制作必要的事件插图 原音频或视频节目偏重的口语文体 也需要尽可能朝着书面文体方向转换 从而使文字更准确 更简练 在这个过程中 许多人做出了热情的贡献 在此 我们特向为本书绘图 教对 查找资料的美国之音工作人员 杜琳 肖宇 赵轩 郑家慧 马文通 石萌 张小辈 以及粤语组的全体同仁 表示真诚的感谢 我们还要向在本书筹备和编辑的整个过程中 给我们提出许多好的建议 纠正了不少错误 并提供了许多专业指导的 明镜出版社总编辑和平 及其出版团队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正处于新媒体 多媒体的时代 几乎所有新闻媒体 都在努力地改变自我 调整自我 以其赶上时代的步伐 美国之音也不例外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美国之音在它传统的无线广播平台之外 又搭建其网络 电视 社交媒体等多种平台 以更加鲜活 更加生动的方式 把自己更加丰富的节目和报道 传递给世界各地的受众 传播形式快速变化的同时 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我们的使命 服务受众 他们的需要 就是我们调整和改变的指南 两年前 我们经历了一次非常严肃的讨论 决定是否要放弃 我们已经运转了半个多世纪的无线广播 在我们犹豫之际 是听众的强烈要求 促使我们最后决定 把美国之音的这个传统平台保持下去 而与此同时 我们也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财力 搭建和扩展一个个新的传播平台 国家秘密 艺术的出版 只是美国之音 从书出版计划的开始 随着更多 更好的节目的推出 我们将陆续把它们改编成书 提供给大家 感谢我们的听众 观众和读者 多年来给予的关注和支持 无论是新媒体还是老媒体 只要受众需要和喜欢 我们就会尽力去做 而且要把它们愈做愈好 听众 观众 和读者朋友们 如果您对我们的从书 或者报道 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请直接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认真考虑 努力改进 感谢观众 感谢观看